哈囉大家好 我是裝潔鳥老師 又到我們對線承諾的時刻了 大家還記得嗎 之前佳寧不是有拍一支Apple Watch的影片 我在那部影片說 要留言速到達一個指定的數字 我就要買一台iPhone 12 Pro Max給佳寧嘛 沒錯 他來了 就是這台 iPhone 12他已經來了 那時候在下訂是買金色還是白色 我都有點忘記了 然後反正最後是金色的 然後其實佳寧目前還不知道 iPhone已經到了這件事情 是我去包裹突然攔截 而且他好像也不確定 說他這次買的是金色還是白色 當然這次送他呢 就不可能讓他那麼容易得逞嘛 我準備了一台 iPhone 12 Pro Max假機 然後這台是白色的 待會呢 我會把它放在iPhone的盒子裡面 等他開箱的時候 看他會不會發現 原來手機是假的 好嗎 這個二者已經對他很好了 不然我原本想說還要把他敲破了 那在我們影片開始之前 又等不等我們 我們今天五秒鐘的時間 那請大家幫我們分享的留言欄 還沒訂閱關注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訂閱關注喔 記得開小鈴鐺 不要忘了加入我們YouTube會員 跟追蹤我們的IG 5 4 3 2 1 OK 開了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他的本體喔 WOW 好美喔 金色好漂亮 天啊 當時我應該不應該買藍色的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是把它 他們手機現在呢 都會貼這個白色的膜 我們把它換到我們這個上面去 撕開的瞬間應該非常爽 不好意思啊 加尼我已經提前幫你 使用過這療癒的開箱過程了 哇 蠻OK的耶 這樣好像真的一樣 放進去 那我蠻合的啊 合氣的合啊 我試著把這個 不知道帶的包裝把它還原 我試試看 如果不行的話就沒辦法 哇 因為他這個已經撕開了 那種俐落的感覺好像回不去了 所以用膠帶好像太夾了 這種iPhone外包裝的撕起來的感覺 真的用膠帶那個是做會有那種效果 算了啦 就跟他說 我已經幫他開過了 沒有辦法 就是這麼強大的 不要抖了啦 不要抖了 啊 壞了 用 壞了 敢扣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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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玩 好像玩了點子 各位還記得這台嗎 這台是我之前的手機 iPhone 11 因為我後面我就換iPhone 12了 所以我就把舊的手機就擺在這個地方 這一台擺在這已經擺了 將近一個多月了 所以 嘉寧來我的房間的時候 其實在看的時候 已經都看蠻習慣的了 然後現在我把這支新手機擺在這裡 但是他會不會發現 我就到時候請他自己去找 看他找不找得到 如假發話 看嘉寧的眼睛能不能雪亮一點 好的 那我們就期待到說 嘉寧開箱他的手機的時候 看他的反應會是怎麼樣 OK 各位 剛剛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嘉寧的那台新iPhone手機 擺在那個位置真的好啦 我想了很久 可是我決定還是放在那 因為 之前是有人說過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這句話嗎 我想要驗證看看 這句話在嘉寧身上 能不能起到一個驗證 這次我相信 他怎麼樣都才不會到 那一支手機擺在那 是他的新手機 好不好 你洗完妝了 OK 啊 過來 為什麼要抽臉抽那麼久 啊 到底要給我來講 你不要給我 我給你了 真的 我就給你了 你自己給美金那邊說 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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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知道今天有個事情要跟你講嗎 星星你也知道了吧 一字排開 iPhone 就是已經來了 不是 他iPhone 我可以直接表明跟妳講 妳的iPhone我已經 我剛才沒有注意到 妳的iPhone我已經拆開了 然後我把它分裝在不同地方 為什麼要自己擅自把我拆開來啊 拆開有什麼問題嗎 妳不是不需要拆開的過程嗎 我 我需要 我就是需要拆大的過程 我拿那支手機就是要拆開 剩下我都不需要了 那妳手機就給我就好啦 誇張很過分耶 我花錢 妳必須要通過我的考驗 妳才拿到iPhone啊 合理啊 我之前沒有這種條件 規矩是人定的 我破壞的 怎麼樣 妳可以去嘗試開這些手機 看妳有沒有暗藏什麼玄機 我們今天玩來就是 密室逃脫 一關一關破 就可以有機會獲得 那妳剛剛在那邊化妝 花多久 半個鐘頭 那妳有沒有發現什麼線索 什麼線索 沒有啊 沒有啊 那就好 開箱時間 妳可以看到這些盒子裡面 妳的分別有什麼 先猜先猜 等一下先標開 這是妳的iPhone 12 因為它很薄 但是現在在講求環保 捏捏多福頭 是這樣 欸有蘋果喔 我們來看我們可以收集到幾張蘋果 看清楚了喔 好啦 好啦趕快下一把 這一盒是什麼 iPhone 11 Pro Max 這個是我買給爸爸的 嗯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 幹嘛 沒有啊 哈囉是在哈囉 就是妳在哈囉 趕快拿不出來了 啊妳好趕快開啊 這一盒是什麼 iPhone X-Max 沒有啦 這裡面什麼都沒有耶 我這個中囉 什麼 哦 iPhone 7嗎 連iPhone 7都有 年代久遠 現在拿去賣錢 哎呀 哦 誰要 誰要 賣掉 iPhone 7現在沒二手 可能就沒人要收 最後一個 也有一點料 這iPhone 11啦 跟妳一樣有料 好 繼續看 4張蘋果 就我在講的是今天是考驗妳的敏銳度的時間喔 妳真的要看清楚 去思考 去琢磨 它在房間的一個地方 在哪啊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現實已經非常明瞭了 妳是真的不知道嗎 不知道 手機擺的方向朝哪裡 朝牆壁啊 啊如果射到牆壁它會怎麼樣 射到妳心裡 射到牆壁會怎麼樣 很快耶啦 射到牆壁會反彈 那反彈會反彈到哪個位置 我不知道啊 反彈就要反彈到這裡啊 這邊摸摸 來摸摸摸摸 這早期大家發了資料感 不對 有了嗎 是不是有了 很簡單嘛 我今天就想要跟你玩一個猜米遊戲 脫 好 這些都是沒有用的 懂我的 我抓的啊 你也在看我開箱 那麼來 你也在看嗎 那時候是買白色嗎 對 買白色的 這個不是金色 不知道為什麼它是金色的 在這裏 還要打開箱 我打開箱 打開箱 然後這個膜我就沒動了 這個膜是這樣子的嗎 這樣打開箱會怪怪的嗎 為什麼會怪怪的 這膜不是都這樣子吃起來很舒服 這膜不是都這樣吃起來很舒服 這假的 不是 我去Key pie了 我去Key pie了 沒有 我們這套還沒有結束喔 你要不要躲回你的手機 時期早早 它真的在很明顯的地方 真的非常的明顯 我看到一盒的盒子 在這 那個盒子就是 iPhone本身的盒子 它是空的 好 我再給你一個提示 現在我的iPhone手機盒 朝向的面向是在哪裡 就是剛剛那盒喔 那盒啦 那盒啦 那盒是我買假機的 欸 那不要開 不要開 你啦 你就破了 好 那不重要 不管 我就常在電腦做 有可能啊 或抽屜啊 這東西不是你最會找的嗎 你每次都記得說 你東西放在哪嗎 放在哪裡 就最清楚啊 為什麼要我找呢 不然我藏要幹嘛 我藏我屁眼就好了 我幹嘛藏 怎麼看到 為什麼電腦都這樣子亂妹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樣子呢 各種女性的用品 然後抽屜爆掉 唉唷 這你的吧 對啊 這是我的舊手機嘛 對不對 我還有之前 Angel的手機 就很明顯的地方了 就跟你講了 哈哈哈哈 幹嘛 幹嘛 你出去 為什麼我要出去 你先出去 你數到10你就進來 好 應該不會 口中口氣吧 不會 十 九 來 東西 你剛剛做了什麼東西了 我剛才在找啊 這邊也沒有 都真的沒有了 啊沒有啊 我再給你一個提示 就在電腦之後那邊 在哪 幹嘛 為什麼你要這樣講 四出必有音 電腦之後亂就會讓你找不到東西 在哪啊 眼在田邊 近在眼前 耶 恭喜你答對了 你拿著 你不開箱嗎 你開就好了 欸不對啊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在開一家 這是你的 這是你的舊的 這是你的舊的 哈囉 按照我這個推理來說 你已經發現了嗎 你已經發現了嗎 對啊 你出去 為什麼我要出去 你先出去 你拿去哪 我問你去找 你到底沒找 這喔 你知道 對嗎 那質感不一樣啊 你知道我剛才那一瞬間 想說 欸你的C在這 那為什麼有一台手機 哈囉 哈囉 恭喜你獲得 新手機 iPhone 12 Pro Max 新設的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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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漂亮耶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我擺那隻手機 擺在那已經擺 將近真的一個月了 所以我們結論是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有時候是真的有用的 這次是屬於一個 無感的狀況 我終於有三顆鏡頭 你也有三顆鏡頭啊 我也有個東西要送給你 你要放屁是不是 不要 不要送給我胖屁 我跟妳說用腳趾頭想 就知道是 說一個讚 不是讚 這幹嘛要送你 要又打 我們說好了五千 然後大家很熱情的一直留言 然後流到快要九千了 哇你們真的是 很會做人耶 再送給你們 不要送不要送不要送 好的那我們影片就結束囉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幫我們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還沒訂閱關注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訂閱關注喔 記得開小鈴鐺 別忘了加入我們Youtube客源 再次掰掰 掰掰